大家好,今天北京是天气非常好,今天是历秋 跑到这个芥台寺再来 那么芥台寺呢,来过很多次了 那么现在来就得了花钱了,以前来不用花钱 现在来就算我有导游证也不行啊 给大家简单讲讲芥台寺 简单讲讲 那么芥台寺以芥台为四名 逐渐这个芥台,这个是重要性 中国有三大芥台 一个是这里,一个是泉州的开源寺 那么还有一个在杭州 在三门外有一个一千多年的槐树 芥台寺的一个宝贝 一千多年了 那么它的三门呢,就是哼哈二将 进去就能看见 那么一个哼一个哈 从它的嘴形可以看出来 那么哼哈二将呢 据说是因为语言不通才会变成这样 哼哈二将 这个就是哼了 这个造型 最近的三西古剑很牛 其实芥台寺也是不错的 这就是哈 过了三门就是天王殿了 除了四大天王以外 标准的格式 还有一个弥勒佛 弥勒佛后面应该还有韦陀 那么从韦陀的这个 它的这个 形象可以判断 这个殿是 是能不能够隆纳客人 相客住宿的 是可以有一个标准的 通过它的一个站姿 还有它武器的摆放 具体的大家感兴趣 可以查一查 天王殿 这是弥勒佛 四大天王 这个比起三西的铁佛式 是没法比了 但是也是传统风格 这是弥勒佛 然后这是韦陀 韦陀是它的一个护法 然后前面就是大雄宝殿了 这里就是这台式的大雄宝殿了 不过它写的是连借相邻 我媳妇还是比较相信这个东西的 不打扰它 那么这个房间里供奉的就是 释迦牟尼了 在这台的一侧 就是比如说五百罗汉堂 这应该新修的 以前没有 在武汉贵园寺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 五百罗汉堂 可以点一点数一数 到底是哪个是自己的 罗汉 这是北京芥台式的芥台 那么这个芥台相对来说比较朴素 跟泉州的比 泉州那个凋梁画中很漂亮很精美的 那么这个藻井相对来说简单多了 看看这个藻井 简单多了吧 这台出家人得受了戒以后才是真正的出家人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受戒的地方 这个就是虚拟座 虚拟座 这一层 两层三层虚拟座 中国三大戒台之一 从左这个方向转一圈 大家如果想看真正这种 让人震撼的千手观音 还得去重庆的大祖 那的的确确是千手观音 有人曾经数过 什么人呢 就是当年给大祖师课的千手观音 修缮的这个工匠 他每修缮一丝手呢 就扔一个竹签 后来数了数竹签 具体多少数 我忘了 是九百多还是一千多 那记不得了 反正的确是千手观音 那么清朝的皇帝曾经来过这里 是这里面 这边还修了行宫 是乾隆还是谁啊 他就来过两回 来过两个皇帝 在这里还修了行宫 行宫还不一样啊 皇帝有各自的行宫 并不是住在同一个行宫里 这里是介财寺的大灾堂 顾名思义就是吃灾的地方 那么这里没有那么四祖寺五祖寺 那么严格要求 有什么吃灾的有一套筷子的语言 这就是可能相当来说宽松一点 毕竟这是景区嘛 客人也不用学那一套东西 但是在五祖寺四祖寺那边是要注意的 自在的话是有一套规矩 趁这个时间现在还没开始 飞一趟无人机 好久没有飞无人机了 飞毛线呀 在北京买无人机是最痛苦的事 因为哪哪都是渐飞区 哪哪都飞不了 那么这里也是渐飞区 飞不了干脆老老师排队 准备吃灾饭吧 吃灾的人络绎不绝啊 一共两厂 不是免费的啊 二十块钱一个人 如果你想吃面条的话 是三十块钱一个人 那我记得在五祖寺那边 吃灾是免费的啊 那么这里不是啊 我想也正常了 因为这里人太多啊 如果免费的话 寺庙也供不起 对吧 所以他还是采取了收费控制 人络的一个方式 其实二十块钱大家都有 无所谓 会就起不到控制 人流的作用 主要是这个费用负担的 这一块的 能够缓解 呃 里面不让拍照了 也不让摄像 所以我就在吃饭之前拍了拍 他这边的火石 大概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二十块钱就那么一个火石情况吧 然后是没有汤的 也没有水 就是菜 馒头 米饭 一定要吃干净哦 不能浪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